你上月到许愿的180-182的颇角帅技学长说过 有人的地方就有drama,有drama的地方就有coma 大家我是coma 有没有发现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对,我出来玩了 所以今天就在酒店的房间里面给你们拍影片 我看到评论区有很多人说 想要听Nikoka的avocado和Stephanie Sue他们的drama 但是想要全面的了解这个drama 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下他的前传 一支恶搞影片引起的腥风血雨 数位百万粉丝的大卫王YouTuber 因此人设崩塌 OK,按照惯例让我们先介绍一下今天的几位主人公 Beronica Wang和Stephanie Sue 都是外表甜美的亚裔大卫王 两人都是从2017-2018年左右开始吃播 马上就凭借惊人的食量和反插门的外表 收获了百万粉丝 我真的很想问他们怎么吃到什么 Nikoka的avocado中文圈一般管他叫恶理小哥 后面我简称他为Nik 是个放弃了速食后增重了两百斤 且极具争议性的大卫王 我在这一期讲了他和Tricia Paytas的罗胜门 有兴趣的观众可以去看一下哦 事情要从一支合作影片说起 2018年的7月3号 Beronica在自己的频道上传了一支和Stephanie合作的吃播影片 两人吃的呢是韩式泡菜锅 这支影片一开始也没有引起什么波来 因为就是一支很平平无奇的合作影片啊 但时间来到了两个月后 也就是2018年的10月 一个名叫Shook Bang 专门做大卫王搞笑剪辑的频道 上传了一支影片 Beronica Wayne annoysStephanie's suit for three minutes straight 而在这支影片里用到的素材 正是两个月前他们一起合作的韩式泡菜锅 影片在短短几天内呢 就收获了数十万的观看量 虽然这只是一支 没有什么恶意 纯粹处于娱乐的恶高影片 但是Beronica呢 在这支影片里面被塑造成了一个就是 怎么讲呢 就是有一点粗辱而且白目的形象 评论区呢也充斥着对Beronica的调侃 影片爆火后 Beronica和Stephanie都注意到了这支影片 并分别在影片的下方留言 他们都感谢了Shook Bang的剪辑 Beronica评论说 她觉得这支影片很有趣 她和Stephanie的合作也很开心 那是别人怎么看待她吃饭的方式 那是别人的事 评论的最后 她说期待着Shook Bang更多的作品 你可以感觉出来 就是她对网友们的调侃 似乎有点不爽 但是又想要装大度 于是呢 时间来到了2018年的12月7号 Beronica在自己的频道上传了一支影片 名字叫Beronica Wayne Puckering Her Lips for Toon Ministry 这个标题明显是在模仿Shook Bang的恶高影片 就当人们以为她是在自嘲的时候 影片的内容却相当的严肃 因为她在这支影片里放出了许多负面评论的截图 并一一解释反击 所以可以看出她是真的很在意这些负评 但是两周之后 她不仅撤回了在Shook Bang那支二老影片下方的评论 还对这支影片发起了版权主张 最终导致YouTube把这支影片下降 还给了Shook Bang这个频道一次警告 要知道只要三次警告 你的频道就会永远的被关闭 Shook Bang发现后做了一支影片曝光Veronica 说她的版权主张是非常不合理的 因为恶高影片是属于二次创作的范畴 是对于版权的合理使用 而且Veronica的原评论说 自己也觉得这支影片很有趣 也希望看到Shook Bang更多的作品 但是之后却言行不疑 打压Shook Bang的频道 这样的行为实在是太阴阳人了 Shook Bang的曝光影片发布之后 网友们对于Veronica的双面人行径 非常的不爽 认为她是在刻意打压 名气不如自己的小YouTuber Nick看到了这支曝光影片之后 在评论区力挺Shook Bang 他说 Veronica的行为很糟糕 一边说自己很喜欢这支影片 暗地里却发起了版权主张 想让对方从平台上彻底消失 Nick说自己才是最负正义的大卫王YouTuber 有无数的人对他的影片 进行二次创作以他取乐 但他说自己都不是很在意 因为这是每个人的权利 只要不是恶意攻击 每个人都可以对事情有自己的观点 他说我们这些大卫王 也并不是吃播的发明者 我们同样也只是对吃播这个形式 进行了二次创作 而创造了吃播影片形式的韩国网红 也没有对这些大卫王们进行版权主张 Veronica在看到了这支曝光影片后 也在评论区留言 他说 当你成为网红 成为公众人物 是注定要被别人评头论足的 但是别人怎么看待副品 那是别人的事 别人怎么做 不意味着他也要这样做 他觉得为自己说话没有错 Veronica说 自己一开始也觉得这支影片没什么 但是自从这支影片发布之后 有人对Veronica发来了一些很糟糕的私信 他觉得正是因为 Shookbank做的二岗影片太断章取义了 才影响到了自己 同时他也有权利改变自己的看法 所以他说自己不会道歉 在Veronica向Shookbank发出了版权主张不久后 另外一个有着400万粉丝的大卫网频道 SUS ASMR 也向Shookbank发出了版权警告 加上Veronica发出了两次版权警告 是的 他一共发了两次 共计三次版权警告 Shookbank的频道就这样被封掉了 其实如果你觉得对方的版权主张不合理的话 你是可以向YouTube团队申诉的 但是Shookbank并没有这样做 眼看自己苦心经营的10万订阅频道 就这样消失了 绝望的Shookbank向Nick发出了邮件求助 因为Nick之前也应付过这样的版权争议 作为一个YouTuber 我真的很能感同身受 因为在YouTube上的经营频道真的很难 Shookbank在邮件里说 自己很担心会收到Veronica的律师函 他真的很吓人 Shookbank说 自己之所以不选择申诉 是因为 如果要进行申诉的话 需要提供自己的姓名和家庭住址 他不希望将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给YouTube 也担心自己的隐私 万一被Veronica知道之后 会被他拿来做不好的事情 和Shookbank沟通后 Nick在2018年的12月20号发布了一支影片 Fire Noodles discussing Veronica Wang 在这支影片里 他向自己的观众们介绍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并且科普了合理使用的定义 合理使用就是说 你在使用某些素材的时候 你其实是不用经过原创作者 他们的同意的 比如进行剪辑啊 点评啊 二次创作啊 这些都是受到法律保护且允许的 而且当你成为YouTuber 并且开通获利的时候 你需要同意很多YouTube的协议 其中就包括了 平台和其他人 对你在YouTube上传的内容 进行合理使用 所以Nick认为 Veronica和SARS的版权主张 是不合理的 在Nick上传了影片之后 网友们对于Veronica的讨伐声浪 越来越大 最后Veronica在IG的线上直播里 回应了这些副评 但是这个回应怎么说呢 他先是说 Shookbank的那支恶搞影片 是在散布谣言 什么他和Stephanie不是朋友啦 什么Shookbank说他很邪恶啦 很贪欺啦 但是Shookbank的搞笑影片 从来没有说他们俩不是朋友 也没有说Veronica非常邪恶 Shookbank的剪辑确实让Veronica 看起来很贪欺 但这只是纯粹出于 娱乐目的的搞笑影片 他说自己一开始 也觉得这支影片很有趣 但他在收到了网友们的 言语攻击之后 他觉得自己受不了了 必须为自己发声 他说 此外Veronica还说自己有权利改变对于事情的看法 尤其是在这支影片给她带来了糟糕的负面影响 他说 如果你们觉得Shookbank的频道 被关这件事 需要有人负责的话 那就去怪你们自己吧 是你们这些观众看到了影片之后来攻击我 我才对这支影片发起了版权主张 他还说自己和Stephanie的友谊 差点因为这些算命而结束 接着他开始拉别人下水 他说SUS ASMR 在他之前就对Shookbank发出了版权警告 但是大家却把矛头都指向了他 他说Shookbank影片剪辑里面那些大卫王们 Stephanie Sue啊 Zack Troy啊 其实都很不爽 这些人都站在自己的这一边 而且他还谈到了和力熊的这个概念 他说Shookbank的内容和那些八卦频道是不一样的 八卦频道也会用到他们的素材 但是只会截取其中非常短的一部分 然而Shookbank恶搞影片的素材都来源于自己 而且还能在YouTube上获利 他觉得这不属于和力熊的范畴 Veronica说Shookbank如果不想被关频道 他随时可以联系自己和SUS 但是Shookbank并没有这样做 那这就只能怪他自己了 然后Veronica开始对Shookbank发出质疑 他说Shookbank做影片都不露脸 观众根本不知道在背后经营频道的是谁 躲在屏幕背后的可能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人 换而言之就是你们这些观众应该支持的人是我 而不是这种根本就不敢露脸的单小鬼 他说YouTube是一个充满正能量的平台 自己每天都在散播爱与和平 但是那些批评他的人 但其实搞笑剪辑啊恶搞剪辑这种 它们是属于合理使用的范畴 曾经就有一个千万订阅的大频道 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说这些恶搞影片侵犯版权 但是最终被判败诉 而美国又是一个判立法的国家 也就是从法律意义上认可的恶搞影片 是属于合理使用的范畴 在听到了Veronica的回复之后呢 Nick又拍摄了两支影片批评Veronica 他说Veronica这种子虚无有的版权主张 是对所有创作者的伤害 因为这种虚假指控 这种对于创作者保护机制的滥用 只会让版权主张这个工具 失去它原本的意义 让真正需要进行版权申诉的创作者们 受到伤害 Stephanie Sue也在Nick的影片下方首度发声 她说自己也不清楚 为什么会莫名其妙地卷入了这个drama Stephanie说自己对Shook Bang的影片 一点问题都没有 她也很喜欢这种搞笑剪辑 她并不觉得Shook Bang的影片 侵犯了自己的版权 她并不同意Veronica的做法 她对Veronica也只是 作为朋友情感上的支持 只是在安慰她而已 但Veronica却在IG的直播里说 Stephanie支持她的观点 这是没有的事情 Shook Bang看到了影片之后 在IG上感谢了Nick的支持 但是她说自己最近被这些drama搞得很烦 吃吃不好睡睡也睡不好 每天都在担心自己会不会惹上什么官司 最后她说自己不怪Veronica和SUS ASMR 只怪YouTube的版权审核机制 最后她向自己的支持者们告别 不过没过多久 Shook Bang就在IG上发布了一个道歉声明 她说自己和SUS ASMR在私下联系了 SUS接受了她的道歉 双方都不想再纠结这个drama了 她也不希望自己的支持者们再去攻击SUS了 希望大家能够向前看 网友们在看到了这个道歉声明之后 其实是有点无味杂陈的 因为绝大多数人都站在Shook Bang的这一边 很多人都认为应该道歉的不是Shook Bang 而是那两位发起了虚假版权主张的百万大逼 网友们也对Shook Bang的妥协退让很失望 而且更让网友们生气的是 没过多久SUS就在IG上发布了一个帖子 说无论你们是否理解 反正我没有做错 你看Shook Bang道歉了吧 还hashtag傻了吧你们 Veronica也在评论区现身支持SUS 但是网友们可不买账 批评这两个人不仅得了便宜还卖拐 明明错的是自己却还在洋洋得意 最后Veronica不仅把所有批评她的网友们都给拉黑了 SUS也删掉了这支动态 对于Shook Bang突如其来的道歉 网友们非常的不解 因为明明几天前 她才刚刚跟Nick发邮件求助 Nick还为她联系了自己的律师和经纪人 Nick也在IG的动态里说自己也感到很困惑 他觉得Shook Bang的行为就像是一本书突然从开头跳到的结局 中间的过程都被省略了 让自己觉得很不对劲 眼看批评的人越来越多 SUS ASMR终于在自己的YouTube社区里发布了道歉声明 他向自己的粉丝道歉 他说自己和Shook Bang达成了共识 他也从来没有要跟Shook Bang打官司 也说自己其实一直对他的影片都没有什么意见 直到他的恶搞影片开始获利投放广告 他还是不认为这些搞笑剪辑获利是属于合理使用的范畴 但是他对Shook Bang的版权主张已经撤回了 而Veronica呢 他还是在坚持自己的看法 认为自己没有做错 这个Drama在Veronica的坚持下愈演愈烈 最终YouTube公道博PewDiePie也站出来批评Veronica 他批评Veronica误导了观众YouTube的版权审核机制 认为Veronica太剥离心了 不懂得如何正视别人的调侃和批评 PewDiePie说 Veronica应该道个歉就让这个Drama过去就好了 Veronica看到了影片之后 在评论区感谢了PewDiePie说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最喜欢的YouTuber 会花时间来讨论我的事情 感谢YouTube公道博P我会接受你的建议成长的 Nik看到了Veronica的回应之后又不爽了 她说明明我讲的东西 我给的建议跟PewDiePie讲的一模一样 Anyone's going to be allowed to make fun of me It's going to be me So the only one that's allowed to make fun of this person is herself and no one else Great message to show your fans No one else is allowed to laugh at you except for yourself If for example This sort of thing went to court This parody channel would most likely win because it's still fair use H3H3有一個普通的頻道叫做H3H3 他們從另一個YouTuber去判斷 他們就贏了 因為正常用法 現在,我不認為Veronica是一個很壞人 我不恨Veronica 我不想你去跟她恨 這會有點不恨Veronica 再次,我不恨她 我認為她不懂得理論 我認為你不懂得理論論 你對PewDiePie是萬分感性 對我就冷嘲熱諷 姐,你也太假了吧 而且Veronica還在IG上分享了PewDiePie的影片片段 並且配上都是非常積極正面的文字 她的粉絲們都看不下去了 說她太虛偽了 別人用她的影片,她就去舉報 要把別人搞臭,讓他們被封殺 自己卻堂而皇之地放上了PewDiePie的影片 實在太假了姐 在2018年的年末 Shit Bang拿回了自己的頻道 這個時候她才向自己的觀眾們爆料 她之所以會發布那個道歉聲明 是因為這兩個大V合自己說 只要她道歉了,澄清了她們的名聲 她們就會撤回版權主張 最終Shit Bang選擇了妥協 Veronica也在2019年的1月7號正式發布了道歉影片 向自己的觀眾們和Shit Bang道歉 不過影片的標題裡她加了一個括號 Not Nikocado Avocado 意思是除了跟Nick之外的所有人道歉 就是不跟Nick道歉 大概是想跟Nick死磕到底了 不過估計觀眾們的反應也不是很好 因為她不僅關閉了評論區 還把按讚和按财的人數比隱藏了 Shit Bang也在不久之後公佈了自己的身份 在背後經營這個頻道的其實是一對姐妹 其中一個還是有著200萬訂閱的頻道ASMR PUN 不過當時她的頻道名字還叫April ASMR 也還只有33萬的訂閱 絕大多數人還是承讚她的勇氣 但也有人指出 Shit Bang真人明明是個有著30多萬粉絲的大頻道 卻把自己講得那麼可憐 而且還向網友們籌款去諮詢律師 雖然最後她取消了籌款 並且把錢都退還給了網友們 但是也還是有人認為她很假 其實關於這個drama 我的看法也是蠻糾結的 Nick雖然說她不相信Veronica收到了 來自網友們的很糟糕的負面評價 但是我個人還是傾向於相信 她確實收到了一些不好的訊息 雖然她自始至終沒有放出這些訊息的截圖 但是我覺得她前後態度轉變了這麼明顯 我覺得應該是有原因的 她覺得別人以自己的影片為素材 做成搞笑剪輯 這是不屬於合理使用的範疇 但事實上這確實是合理使用 你的個人感受並不能夠代表法律事實 我看了她在影片裡面放出的副品 很多人也只是不喜歡她吃飯的方式而已 但我真的覺得沒什麼 因為你真的不可能讓所有人都喜歡你 所以我也不認為就是Veronica和Suss ASMR 他們是真的壞人 我覺得這整件事情都是缺乏溝通導致的 你不喜歡這種搞笑的剪輯覺得它影響到了自己 那你應該在私下裡去跟Shook Bang溝通啊 你可以私信跟他講啊 為什麼一定要用這麼極端的方法 把所有人包括你自己都搞得一身雞毛 最後把自己的名聲都給搞臭掉了 有必要嗎? 所以真的溝通萬歲 Nick雖然在這個Drama裡面吸了不少粉 他積極捍衛幫助Shook Bang 也讓很多人對他重拾好感 但是他和Veronica的恩怨還遠遠沒有結束 沒過多久 這個惡搞影片引起的Drama 就再次掀起了波蘭 OK 這就是今天的故事 Bye